2019年,我們Maridio台長梁錦祥的著作 《顛狗編輯室文集,香港之死反映空前熱烈》 已經搶購一空 今年再接再例 台長梁錦祥會在今年推出一本 全新的《顛狗編輯室文集,香港攬炒之城》 現在已經有現貨發售 大家可以上普羅網上商店購買 每本特價港幣一百三十元 為免相遇,肉購重促 第二節 在畫面看到 首先是祖宗之號 祖聰之 就是中國著名數學家 找Pi 可以找到少數後很多個位 是的 但這個在古代 不是現代 是的 很厲害 以當時來說 世界上沒有一個人 能夠想到這麼聰明的方法 找到圓周率 找到這麼準 是的 所以紀念它 但這是什麼 沒有 沒有 這裏都是顯示了一個中央處理器 一塊 概念的圖像 你猜真實的東西 多數不是這樣的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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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說 它現在整個 project 這個祖宗之號 其實就是做一個 運算量可以達到領先級數的一個量子電腦 那麼 量子電腦 我以前也有介紹過 有幾種不同的基本方法來嘗試去做 因為量子電腦 最重要的是找到一個量子單位 來幫你代表著裡面那些零和一的狀態 或者是一些量子的狀態 如果我沒有記錯 中國這個 是用一種光學的原理 就是用光的一些叫做 叫做 左旋右旋 一些極化的情況 應該不是左旋右旋 總之就是利用它那個偏振的程度 利用它那種向哪個方向的偏振 來承載著那個量子的資訊 究竟是上下偏振還是左右偏振 還是兩者 介乎兩者都有兩者的機率 就用這一樣東西 來承載著量子的資訊 這是其中一種 就是用光量子 來去建構那個量子 承載著量子運算 來去再作這個計算 另外有些就是用一些基本的粒子 它的粒子如果是一個比較高能量的狀態 和低能量的狀態 分別是承載著的資訊 好像零同一那樣 或者是兩者疊加 另外有些就好像剛才台長 你有提到 就用其他一些凝聚態物理的量子態 是很多種的 很多種的 所以為什麼大家放進去的櫃子 是不同的呢 是 可能你買大 買這個 我就買這種方法 等於疫苗 有人就押注在傳統的滅活疫苗技術 這個是最穩陣的 但是有人說不是 我現在找到一種未試過的技術 最後出來的效果可以更厲害 我們未活疫苗 那樣叫mRNA 現在打的復必泰就是這樣 結果博得到 另外有另一種叫線病毒技術 就是我們先前去克服伊波拉病毒的其中一種疫苗技術 其實解決任何科學問題 都是很多時候有人會提出多過一種方法 上太空的方法都多過一種 現在維珍和亞馬遜上去都不同 火箭穿梭機 甚至乎現在是飛機揹火箭上去 這些都是一種方法技術 現在只不過能夠達至到量子電腦 究竟你那個基本量子單元是由什麼組成 很多東西都可以表現到 光可以是一個光量子 任何粒子可以是光量子 甚至乎我以前提過的 一些在鑽石裡面的缺損 它又可以是一種攜帶著量子資訊 幫我們去建構一個穩定的量子運算單元的一些物料 大家都用不同的進度不同的方法 而中國今次是用光量子的方法 其實我們看過就是潘建偉教授 如果它專門研究這些牽涉到激光光 光學去玩這些光的 它真是出神入化的 即是在這些量子光學裡面的 那個理論和實務 甚至將它建構成為運算單元 這些東西 建構成為實際的量子運算器件 它一直是出了很多的研究 具體的構成 現在能夠實現出來 它現在的運算數字 其實是如何超越了Google的 這樣說 這裡又要你幫我看看數字 我自己看完它講一個 我記得有印象 就是它講一個要傳統電腦 是八萬年才能解決到的問題 它可以在很短時間就解決到 是的 它是70分鐘 是的 它是一個我們人等到一個多小時 就可以解決到 那麼如果是一個54bit 那樣東西 即是如果是Google的 就用到54個qubit 那麼它這個就沒有給到的數字出來 但是它就可以展示到 就是說另外一個 其實它就說 我這塊56qubit的東西 就可以做到的效果 一個多小時就解決到 一些傳統電腦 要用八萬年才能解決到的問題 那麼如果還在用Google那塊 可能一個多小時都解決不到 可能還要用一個長一點的時間 就算它短過八萬年 可能最後都是一個不實際的時間 那麼在這一類 其實它在說這一類 就是屬於哪一類的數學問題呢 那麼我這裡也都沒有很詳細去鑽研下去了 那麼所以在這裡就只能夠說 它是驗證到它比起Google那一塊 就又快了 就是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錯 我講的都快了一百倍 都快了一百倍 那麼你可以去考量一下 就是那個一個多小時的那個題目 如果給Google那塊東西 就要用幾天去計算出來 哦,即是你說幾天和70分鐘之間的分別 是的,是的 而且它這塊東西 它本身建構是想準備整到六十六個Qbit 就是說它這個項目未完 它現在只不過加到五十六個Qbit 已經有一些東西可以告訴你 我很威力 現在領先很多了 我已經預算我繼續加上 加到六十六個Qbit 你可以想像到它未來的運算效能 可以再提升到多少 是的 但是即使是這樣 我估計現在不是說這個領先是必然一路領先 是你追我幹的 是 可能下個月或者Google或者其他公司 幾方面 我們一路追過你說是疫苗技術也好 疫苗技術的勝負其實很明顯 現在就以那個英美完勝 基本上就已經我會結論了 但是在量子運算那裡 就叮噹碼頭 甚至乎中國局部領先 另外我們一個很喜歡 我經常留意的題目 就是講那個叫核聚變的那個窩囊 你會看到中科院 甚至韓國很多國家就一起去叮噹碼頭 那究竟德國的那個Stellarator 什麼時候又有新的結果出來呢 現在就陷入一個混戰的狀態 但是我的理解 其實這個到現在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 而是一個工程問題 是 即是說 理論在這裡 我們知道應該是可以的 問題內裡就是 它實際做的時候 怎樣做法 是 怎樣做得最好 他就算做到那個東西出來 那東西最後可能是不設實際地很大塊的 然後你就要想 我其實 即是怎樣將它縮成為 或者將它微型化 將它更加穩定 縮成一個可以是 即是 合理的一個範圍 即是你對於 即是你對於 即當你譬如 Alan Turing 去搞第一代的電子電腦的時候 那個電子電腦是 整間房那麼大的 當時來說很難想像 有浪費電 即是很難想像 原來以後就是 縮到我隨便一步的手提 拿到的東西的運算能力 都比Alan Turing 去解釋得均密碼的東西 即是 即是 接著下來 去到量子電腦 它怎樣把它變成為 一個實用的器件 微型化 以及令它更加穩定 我會覺得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但是這些東西 你會發覺往往 譬如 剛才台獎找到的 Google已經定了目標 在2019月做得到 即是 這些由 研發著 理論性的器件 實驗室裏面做出來 運算量很高的東西 變成一個實際上 可以賺到錢的產品 你會發覺 美國這些東西 就很手快 就算台積電 其實台積電都在做類似的東西 基本上 那個傳統電腦 那個運算單元 你說現在做到 一納米 其實做得到 但在實驗室層面做得到 是兩回事 但是你能夠 在一個量產過程裏面 大量生產 都能夠令到 做到那個錯誤率很低 那就是台積電 專攻這一種技術 那些 為什麼叫量產製程 其實就是講這些東西 那個科學技術 實驗室可能已經有人發明了 但是你如何將這件事變成 一個很標準化的過程 然後那個精準程度很高 提升你那個實驗室 裡面每一樣儀器的穩定程度 從而令到你的產品 那個的誤差率 是去到最低最低 所以一聽到 哇 台積電停電 停水 幾大新聞 你突然之間整整一下 那些東西突然一停 整批東西不能夠 他現在直接害怕的是什麼 就是 你重新開過機器 你都不是那回事 美國只要 台積電要保證到它生產 是是是 我有一個問題 都不是屬於科學大 是屬於一個 普通人會想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看到 中國是傾全力 傾國家的力量 在那個量子電腦 量子運算 還有這個說的是 人工智能 那但是為什麼美國 反而他會將這些 交給 不要說交給私人工企業 他不會說 我們找個國家 或者國防部 或者政府 哪個部門去做這件事 美國有的 不過美國不會突然之間 Donald Trump 或者Joe Biden 走出來寫進去 我的工作報告那裡 或者現在這個叫做 叫做新時代 Joe Biden 美國特色資本主義 新時代 他不會說這堆東西 但是在整個 美國科學院去決策那裡 他不只是這些有的 即是 甚至乎是 你說在基因科學那裡 他有很多的分定項目 已經是一個 運動系統來的 而且他可以是 民間參與 是比較 都幾多 到最後的成果 就是 甚至乎 你反過來 像NASA和SpaceX合作 即是 是有 但他們不會害怕 例如Google做了這件事 不如我轉過來買給中國 即是他們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 他有考慮 即是禁制這些 不可以技術轉移 不可以出口 或者一定要排他某一些人 去接觸到這些敏感技術 他們都有這些 所以你說 超級電腦 醫療產品科技 他們都定了一堆敏感的名單 但 譬如有些分定 你不是去美國公民 不可以申請 即是他們有這樣的制度 近來也出現了問題 就是中國留學生 其實也不是全部的 即是這麼說 有些就是 國內媒體 黑爾跨大也有 即是這麼說 每年中國留學生去美國的 即是數以 即不是數以百計那麼少 即是萬計的 即是你不要說 惹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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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的Visa 怎知道有幾百個 問題就是 如果有幾百個特別集中 即是這麼說 他現在應該準確一點的消息 就是說 他特別在名單裡面 加多了幾間 原本他畢業的那些大學 或者中學 譬如說是跟軍工有關 其中說了 譬如哈爾濱工、哈工大這些 一向是從事軍工 即是軍工那些研發大學 那個應該是飛彈的 那些哈工大 他可能就這樣讀過普通的物理系 然後他學的東西 都未必是敏感的東西 但是他就拿到哈佛的提供 他就不批這些 現在就多了這一注 即是拒絕簽署這些 一向就是國內很熱門 那些留學生界很喜歡討論的問題 不過你現在多了幾間學校 就多了一些條件 多了一個被拒絕的理由 他們就更新一下這些 即是你告訴我 有五百個拒絕 連年都不止五百個拒絕 那現在可能放了多了一些on list 是啊 我們看看這個競賽本身 對人類的前度影響很大 這個後面牽涉到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運算量很高 那回來又幫助了人工智能的發展 會是 你的運算量高 你的東西計得快 有些東西可以在短時間內做更多的考慮 所以這個競賽 這個科學競賽 在這些大國之間 很容易看到 這個不止是科學競賽 絕對是國家硬實力的表現 所以為什麼對於以前美蘇 那些星球大戰 或者是太空科技 因為你搞的太空科技 就代表著你可以怎樣任意 將這些東西放上太空 然後在太空裡扔些東西下來 為什麼他們這麼銳意搞這些東西 就是其實大家都看到 背後顯示國力的價值 簡單來說就是現在重蹈在70年代的時候 美蘇之間 兩個政治體驗的競爭 甚至乎可以看到更加嚴重的 現在基本上在基本科學全方位 都有這樣的競爭 好了 那你一隻有結束 我們下一節回來